大家好,我是自由带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野猪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首先是上期猜猜看的答案 行秋,不知道大家猜对了没有 这是今天的猜猜我是谁 怎么感觉越来越难了 反正野猪我是猜不出来了 相信大家肯定能猜出来 然后是原神官方开启了全新的手办企划 断罪之皇女费谢尔 我们的小Amy来了,请敬请期待 接着是原神官方宣布了 外服的肯德基联洞翅宝获取方法 获取方法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订阅支持米哈游指定的原神主播 这里提醒一下新入坑的朋友 国服这个活动早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有很多的外网玩家是不使用这个平台的 所以他们呼吁能不能直接做成礼包 这样钱就直接到了官方手里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玩家 在英文社区开始带节奏 发七七的图片 甚至要求免费赠送 七七可以说是在外网最忙的一个角色 反正只要有人想带节奏了 基本上都会用七七的图片 当然大多数国外玩家都是知道的 这个翅膀是需要花钱的 早在很早以前 官方就已经说过了 其实我感觉 应该把这个线上活动改成线下联动 和我们一样 一样去排队 一样去买肯德基的套餐 凌晨两三点去排队 对不对 去体验一下这样的盛况 去认识一下在你周边一起玩原神的朋友 说不定你排队了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了 对不对 去看一看五六点钟还没睡醒的城市 官方为什么把线下活动改为线上的 请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视频 感谢祖国 感谢每一位奋斗在抗疫前线的同胞 谢谢你们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谢谢 接着要来说一下这几天游戏圈最大的瓜 请大家拿好瓜子花生小板凳 听野猪娓娓道来 天涯明月刀三号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托在直播中被人发现 他的背包里面有下一个版本才会有的道具 然后克老知道以后就问克服怎么回事 克服说这个道具在测试服上线了的 问题这是正式服啊 然后这个托就在世界频道开始炫耀 怼人嘲笑 没钱你玩个屁啊 你有钱你也打不过我啊 这是托的发言截图 我是托怎么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托 克老询问官方 官方表示只是发错了 但是根据估计大概发了几千个 八十块钱一个 然后克老们就开始三号了 有充值千万的甚至敬意的 官方表示沉默 然后发了一个公告说补偿一些东西 人家冲了几千万会在乎你这些东西 继续三号 结果还被网友扒出了托的地址 这是托最后登录的地址 上海市腾讯大厦北极光游戏工作室 原来这位普通玩家是和策划在一个办公室的 根据腾讯游戏许可服务协议第四八条 玩家拥有的是游戏账号的使用权 而非所有权 未经允许的三号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 我不虚拟财产损失 尽管我们决定不追究本次部分玩家的三号行为 我不行了 我憋不住了 我靠 与此同时同样是以武侠为题材的溺水寒 在昨天发了新的公告 天道不仁溺水求生 这个表情加得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野猪中心的祝愿所有点赞投币三连关注支持野猪的大佬 新版本欧气满满 心想事成 把自己想要的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 我是自由大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